乌克兰官方公布蛇岛最新画面 显示岛上多个地点冒出浓烟 开心宣布蛇岛上已经没有俄军 再度夺回蛇岛 乌克兰将领忍不住笑开怀 乌克兰表示占领蛇岛的俄军 因为受不了乌军的日夜轰炸 终于趁着夜色掩护全面撤退 以三艘小艇接走岛上所剩不多的俄军 俄罗斯却对外宣称 从蛇岛撤退是俄军善意的表现 30 旧,为主要的好力 俄军的俄军营维维起来 写了行为送到那边的仇丝 而负了在那边的盖壇 此而在国家中提出了 不过乌克兰戳破二种谎言 说重新拿回蛇岛 是乌克兰军队连续十天猛轰的战果 乌克兰民众也大酸 如果俄国是出于好意 普京就该先把自己解决掉 乌克兰军方表示 在拥有防空能力的莫斯科号遭到集沉后 俄军一直企图在蛇岛上建立防空武器系统 但乌军持续轰炸让俄军无法得逞 主要补股的颇欲 stayed折出 她的颇 hoş震神尔和家才安颁 以自己争及保证装 产能力套いき wh Netz企事员组装 克兰兰国在德州 中说将俄军赶出蛇岛 大幅改变了黑海区域的战情 蛇岛靠近奥德萨 不仅在战略上位置十分关键 在乌克兰民众心中 也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经济上更是掐住 乌克兰南部海域交通的咽喉 现在俄军退出蛇岛 乌克兰希望粮食的海上出口 能就此打开通路 只是专家认为蛇岛义工难守 不建议乌军重新登陆岛上 要恢复乌南海域的交通 还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协助跟安全保障 另外俄军虽然弃手蛇岛 但在乌东战场上仍具有绝对性的优势 南部这场象征性的胜利 要让乌军扭转战局并不容易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